处在虐恋当中的这种的情侣啊 他们往往都是特别自私的 就是可能贪图在一起的 那一时刻的习惯 然后忍受不了分开之后的痛苦 然后一直往下沉往下沉 就像陷入沼泽之后 但其实你回过头来 你会很清醒地意识到 这并不是爱 这就是彼此成为了 彼此的一种习惯 男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年纪可以玩 但请你不要拽上另一个人 陪你一起玩 他的底线低 你说他傻 好骗 那你现在就是在骗他呀 但是当他有一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这样的人不值得了之后 他就会扭身走 但可恨就可恨在他醒不来 所以就是你说他傻吗 所以你那些所有的措辞 什么我们年轻人 有一些异性朋友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 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骗他可以 但别骗自己 二十多个好友里面 然后基本上都是女性 这一发信息就能给你拉黑了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 随便一个人都能看得清楚 所以就是劝你那句话 别拽上另外一个善良的人 陪你一起玩 好吗 好 就说这么多 谢谢 我个人认为啊 男女之间是有那挺棒的那种 挺纯粹的友情的 你到这个岁数你看 确实是有的 这不参加任何东西 我就说为什么 我们不偏下地去看待一个问题呢 就在这儿 但是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就是当你有了一个固定伴侣的时候 你那些关系是怎么来做 你要想清楚 听听曲老师怎么说啊 感情或者爱情啊 其实是不分年轻和年长的 你只要真真正正地去谈一份感情 都一定要看重它 绝不能因为我年轻 我就看清你们之间的感情 男生就是这样很明显 你在跟他一对一地交往的时候 你还要一定要有异性朋友 并且有一定暧昧的 还要整个小号 然后还有你女朋友 一发微信的时候 居然他能看出那不是你 拉黑 你要真是要对一份感情尊重的话 就一定要看重它 看重就是专一 你是否是一个尊重爱情 尊重感情 甚至于私爱的人呢 可能你们之间相处的方式 我们不能理解我们老了 但是你对这份感情的付出 和你的行动就能说明 这份感情是真还是假 是一只看他的手好看 就跟他在一起了 还是说他的人心更好看 所以找到一个跟自己 同样尊重这个感情的人 是最重要的事情 即使小 我觉得也是可以找到真感情 所以你们要审视自己 在这份感情当中 自己是否够看重他 够尊重他 你觉得他们俩够吗 远远不够 许总刚才反复在讲 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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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真的没有看到 他们两个年轻人之间有感情 是 年轻我们有时间 青春可以消耗 但是你们这样的消耗方式 等你们再过几年 等你们再长大一点 你们一定会后悔 女孩子似乎在苦苦地 黏着男生 希望他像过去一样好好爱你 这是爱吗 他刚才讲得很清楚 我女朋友太烦了 我就想打个游戏 一个哪哪看你都不顺眼的男生 你何苦呢 你说这是我的初恋 我不愿意这样放弃 你听过一个词叫止损吗 你现在一直都在损失你的青春 我问你 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 你喜欢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自己的样子吗 喜欢吗 不喜欢 你都不喜欢你自己 别人会喜欢你 碰到合适的人 无论是什么年代 无论是什么样的交流方式 两颗心彼此的珍惜 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你明明知道 他没有那么喜欢你 所以我建议你 放掉心中的任性 当你遇到一份 真正属于你的感情的时候 那是舒服的 是快乐的 是自自然然 两个人就想在一起 男生其实 你刚才说 我就觉得这女生挺傻的 我要保护她 我觉得你也挺可笑的 你以为你是他的救世主吗 他是真傻 但是傻子也有长大的时候 当他翻脸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是 爱你的时候你是个宝 不爱你的时候 你是谁啊 我希望你们不要 再过几年之后 当你们真正走入社会 走入职场 走入未来的婚姻家庭的时候 回首过往这一段 笑吧自己 太可笑了 谢谢 这个儿子妈和姑娘妈 就是不一样 那姑娘妈上来就是 闺女儿 你只要谁跟你动手 就把那手给剁了